好,这个也是雪纳瑞,平雪,之前的HCD是3.2,现在是21 然后Eosinol偏高 Eosinol偏高一般就是过敏 Edison 新丝虫 内剂生虫 为主了,还有包括肿瘤 Eosinol偏高就是AACMP Elarge Edison AAC Cirrhosis N 肿瘤 P 寄生虫 AACMP 所以形式虫过敏 体内寄生虫 排除 Cirrhosis 肿瘤 这样 所以这个Case有怀疑到肿瘤 对不对 然后雪老板大概是150 Critinene之前0.6,现在0.7 AlKP274 AlKP是 353 ALT274 然后Lypes是2100 BUN7 球蛋白4.1 Glucose113 总蛋白7.1 然后它算是大球性的吗 MCV69.3 MCH24.5 MCHC 它算正球震射性 但是白眼球已经到4万多,对不对 白眼球42 我们通常白眼球高,然后引起的不再正性贫血 正球正射性来说只有一个 叫慢性发炎的反应 那就是看哪里在慢性发炎 跟Permetra一样 正球正射性白眼球数量上升 它的诊断就是慢性 Inflammation 发炎反应,那就看哪里在发炎 然后Eosinophilia 我们目前华语肿瘤 那有可能跟肿瘤有关系 乳酸现在大概是1.89 1.89 也还正常 也还正常 你刚才说Edison 肌生臭 额蜡 过敏 AACMP Cirosis A A就是额蜡 额蜡 Edison 额蜡 过敏 A A CMP 额蜡 Edison C C Losis 看一画 Neoplasma 这是肌生肿 体内肌生肿也会啦 但那个 说实在 几率应该都不高啦 又不是幼年犬 所以我们会怀疑到有肿瘤 然后要去排除肿瘤 引起的过敏反应 而不是引起的 慢性发炎反应 然后 这边S光看得到的 没有很明显 肠子乳动不好 胸腔有部分的胸水 然后心脏确定是跟横隔交接嘛 所以一定是肥大 那其他没有看到什么 比较显著的 所以先从心操开始看 我分开 我分开 我分开